近日,新疆伊犁昭苏县副县长贺娇龙身披红色斗篷,骑着一匹枣红色的马,在雪地上崩腾一度爆红网络。 视频红遍网络前,贺娇龙早在网络上就为当地农妇产品进行直播带货,其自媒体平台上已拥有粉丝超50万,从线上线下带动了当地农妇产品的销售。 销售额逾千万元,打赏收入累计突破百万元,所有收入全部用于慰问和资助养老院、福利院、留守儿童、重病儿童等公益活动。 我希望我家乡的农产品也能从幕后走到台前,走向全国,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品尝到我们这么好的东西。 对于扬边侧马,贺娇龙解释道,骑马是当地干部的一项工作技能,有时为了深入幕区工作,车辆不能抵达的地方只能骑马抵达。 我们都会骑马去,是上班以后学的,我们本地干部都会骑。 我不想当什么网红县长,我只希望我们昭素能成为全国的网红打卡地。 昭素县位于新疆西北部,地处伊犁河谷,亦被称为天马之乡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